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谈股市,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下,昨天我有花了一个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去听一下Facebook Connect的那个他所推出的这个元宇宙Medaverse,他的一些看法,昨天听了过后呢, 我感觉上这个Facebook是对这个元宇宙的投资是很认真的,因为接下来他连他的公司的名字都要改成叫Meda,就是这个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新的这个logo,所以以后的Facebook就不再叫Facebook,就叫这个就结合变成叫Meda,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这个Mark CEO呢,对于这个元宇宙的认真,他以后会投入很多的资金去开发这个元宇宙的这个世界 对我来说,这个元宇宙,昨天我看了过后,我本身的看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难去真正的去感受到他对我的生活现在有什么帮助,因为主要是 给我感觉好像比较多是在于玩一些的游戏啊,玩一些的VR game啊,等等,我觉得他们有两个东西要去解决,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那个硬体,硬体的那个设备, 他需要做到人家可以很便宜的买到那个硬体,或者是很容易可以得到,然后才可以去到那个世界去感受他的那个世界是怎样的,第二个就是他现在在做的,就是他要去建立那个元宇宙那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可以如何的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因为主要,主要我看出他推出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他有很多次提到Apple的那个privacy的功能,导致他的营业额下降嘛,所以他也知道说,Apple可能已经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 因为他可以,Apple可以决定他的这个软件不在Apple Apps里面给人家下载,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威胁,所以他时常,他在这个元宇宙的看法,他时常说着,他所带出来的就是, 其实我们上网我们是不用,不需要再用电话,不需要再用电脑,可能就是戴他的那个眼镜,有VR跟AR的眼镜,可以去到他那个世界,就不需要再对这个电话有所, 有所依赖,所以这个东西,他会这样子做,我相信就是他看到以后,或许Apple会继续对他的生意模式造成威胁,他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要跳出整个框框,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平台, 带人家带进去那个世界,去给他上网的时候呢,他又有新的广告可以打,他又有可以开发新的这个东西,可以给人家去在那个元宇宙那边,给人家做一个买卖,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对我来说,本身是我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我没有办法真正去感受到,因为那个东西他没有做出来嘛, 所以等到他做出来过后呢, 我才可以知道说,这个对我们人,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因为现在还是属于在一个gaming的阶段,就是在他们在玩game的时候, 就感觉到对于那些没有玩这些game的人,是比较难感觉到,感受到,这个元宇宙对他们现在本身生活影响,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OK,然后呢,对于长期投资者,好像我们有买他股票长期的,会有什么影响,OK,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看一下他之前的这个财务报表,OK,我们看一下他之前会说,就是, 你看他在这里有讲到,就是第四个季度啊,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季度, 因为昨天苹果也发布了业绩嘛,他也会,他也说了,呃,这个提到,以前Facebook有讲到这个micro-economic, 就是,呃,可能就是,呃,这个中国现变等等,会导致短期里面啊,这些货来不及出, 所以就会影响他的,呃,这些公司的业绩,Apple那么大,他都受影响, 更,更不要想一些中小型企业在美国,他们,呃,最后一个季度是最重要,因为圣诞节嘛, 啊,所以如果他们货都没有的,都没有的话,那么他是否可以达到,呃, 呃,很高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呃,呃,呃,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呃,呃, 短期的看到的一个这个风险,然后呢,分析师也把这个三十四个笔链, 就是他们这最后一个季度,呃,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定在他们的这个,呃, 呃,一个expectation里面,就是下个季度,他一定要达到这个,这个三十四个笔链, 然后就因为他投资了这个元宇宙啊,所以你看他的,基本上你看他的这个expense, 就是他的开销,以今年跟明年来比的话,呃,呃,大幅度增长,一个三十个巴仙,啊, 啊,大幅度增长三十巴仙,因为他需要请很多的人,啊,一方面,啊,不单单只这个元宇宙,啊, 的建设,可能他还要请很多人来做一些,啊,他的,啊,就是他要拉光纤,啊,拉电缆,啊,等等, 因为如果全世界上网很慢的话,根本不用谈这个元宇宙,所以他已经开始有在世界各地开始帮,啊, 啊,很多的国家拉那个地下,啊,还抵隧道的光纤,啊,因为你上网速度一定要快嘛,啊, 啊,所以他会花很多钱,在,在这方面,所以他expense增加一个三十多个巴仙,除此之外, 因为你拉的这些光纤是属于你的,你的carepacks也会随着增加嘛, 所以他的carepacks哦,他也增加了一个,啊,五十个巴仙,所以种种种种,啊, 啊,对长期的投资者来讲的话呢,啊,啊,是否他可以不可以有一个,啊, 是否他是不是可以做到有一个五十个billion的这个,啊, 啊,啊,就是现金流来回购公司的股票,啊,这个是一个,啊, 成本的提升,啊,我们都看到说他都会用了很多的这些cost, 所以,啊,短期里面如果,如果中国限电最,对他的这个,啊, 啊,营业额有受到影响的话,那么,那么,这五十个billion的free cash flow, 可能就比较难达到,如果他只是用他的线钱,一直, 他的线钱来做五十个billion的话,可能,明年他就做不到五十个billion的buyback, 如果他没有一个五十个billion的buyback的话, 那他公司的市值可能就很难去到,啊,一兆以上,啊, 啊,这个是,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不过,股市的东西是很难说的, 有时候人家对他的这个metaverse的看法是很,很bullish的, 很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future,啊,现在没有看到不代表以后, 所以,有些人觉得是看好的话,他的,啊,股市也会在这个, 这个期间里面反弹,啊,然后,这一个,这个metaverse呢, 他有两个,有两个,啊,东西,啊,要去解决,VR他已经有了嘛, 叫Oculus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AR,这个AR, 然后昨天呢,他有发布一个新的,你看这个是真实的嘛, 以前他们玩pokemon,这是真实的,然后这是虚拟的,用个电话就可以了, 他现在所推出的就是说,你不要用这个电话, 我可以给你看到这个虚拟的东西,你戴我的那个眼睛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眼镜,要,他要去研发,这眼镜,啊, 昨天他就有发布,发布像这样子的,这个眼镜, 他是,啊,一个,一个AR的眼镜, 可以让人家,他可以检测我们的眼睛, 然后可以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那个虚拟的东西是跟着我们的眼, 眼镜的那个,啊,移动来,来调整的, 所以这个是,啊,Facebook现在也在做的, 所以他对这个Metaverse的这个投资呢, 是从硬体软体,啊,然后,拉光纤,拉地下隧道, 然后一直到,啊,整个虚拟的世界,都是从零做到有的, 所以,他是,第一个,啊,可以讲这个,嗯, 科技公司,丢那么多钱,在这个,在这个Metaverse里面, 他就是要,让人家体验,一个全新的体验, 就是,让人家不要再依赖电话,不要再依赖手机,啊, 不要再依赖电话,不要再依赖电脑, 然后,用一个眼镜就可以去到那个世界, 用那个眼镜就可以来打电话,用那个眼镜就可以来沟通, 然后,就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上网的那个, 那个感觉,然后他昨天也是有提到, 啊,NFT,他有提到很多是NFT, 就是说,人家可以在那里有虚拟的资产, 就,啊,因为现在很多,啊, 人用这个NFT的技术,去买一些Digital Art, 就是,啊,虚拟的一个,一个,一个艺术品,啊, 这个NFT,他这个技术就可以确保全世界只有你一个, 拥有这个艺术品,所以, 昨天这个消息,啊,一发出, 你就可以看这个,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啊, 啊,价钱,就直接上了一个10,10%,啊, 因为他也看到Facebook这个大公司,啊,开始也要用这个NFT, 所以,啊,很多的,啊,这些炒价就开始把这个虚拟币也炒上来, 啊,就炒一个10%上,所以它是一个,啊,对整个的这个,啊, 网级网络,啊,跟这个,啊,啊,虚拟币,啊,啊, 啊,等这些,都,他都已经把它全部结合在这个,啊, 这个,啊,这个圆宇宙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对于,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你,你觉得这个东西是行得通的话,啊, 啊,那么,他长期的回酬肯定是,啊, 啊,很好的,因为他是第一个走到,走到世界的这个前端,嘛, 如果,如果你是对于他的这个,啊, 这个,啊, Metaverse呢,是不看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就要考量一下他这个钱, 他每一年,啊,要丢那么钱, 那么多的钱,在,在推广这个Metaverse,啊, 是不是,啊,一个看不到的回酬, 会不会长期来讲, 会不会,啊,减少他的公司的现金流,啊, 啊,除此,啊,从此之外呢, 可能这整个东西都是一个,啊, 他自己觉得是可以行得通, 可是到最后只是一个, 行不同的一个,啊,project, 这个是,这个是, 作为长期投资者要去考量的, 这个地方,短期的风险, 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啊, 短期里面,我们看到Apple, 他有说短期有限电的问题, 会供,供应有问题, 所以短期可能下个季度, 他的价钱,他的,他的营业不是那么好, 可能下个季度, 业绩报告出了过后, 可能他的,啊, 股价也有,啊, 继续被压的这个, 一个可能,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于这个Facebook, 好,啊,今天我小小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分享, 跟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的,啊, 订阅,啊, 我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在我的下面的comment,啊, 来留言,谢谢。 谢谢。